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舞台更绚烂 歌曲更动听 选手更可爱 梦想更独特 会员果汁 开门大吉 在乎你的我 只在乎我在乎的你是否在乎在乎你的我 你上来干嘛呀 你 这压力也太大了 我跟他谁比较懵 开门大吉 欢迎来到由会员果汁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 一档临门槛参与游戏互动 轻松实现家庭梦想的一支游戏节目 我是尼格迈提 欢迎各位 在我这里你不需要能歌上 你也不用紫禁被 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暗响门铃 打开大门 惊喜和快乐就在门背后等待着你 来 为即将上场的各位选手加加油吧 实现家庭梦想 一起开门大吉 欢迎各位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您正在收看的是由会员果汁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 我们现场的每位观众都会得到由会员果汁 为您提供的精美礼盒一份 谢谢大家 中国福 金利福 金利福珠宝邀请您扫描二维码参与节目互动 您就有机会获得由金利福珠宝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 马上上场的这位选手 他的名字叫李心博 我们来一起认识一下他 有请 你好 你好 欢迎李心博 宝妮哥辛苦了 辛苦了 没有不辛苦 这是我应该做的 你一般都为什么而辛苦 都会为官司 合同 偶尔为离婚 帮大家就辛苦一下 介绍一下你自己 我叫李心博 主要做的是知识产权律师 我通过了中国司法考试 我还有通过了美国的司法考试 因为想要做知识产权 我把张力代理人的考试也通过了 所以当了两年考爸 然后我就有时候跟他们开玩笑说 我这两年考试把内存条用干净了 所以现在有时候会有点大条 希望你不要在我们的现场内存条用光 我努力 我努力 今天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我今天家庭梦想是希望跟父母一起去草原旅游 不错 那我们就支持你 祝福你 好 谢谢 实现家庭梦想 全场的朋友们一起开门大吉 前段时间有个戏特别火叫离婚律师 对 你们律师在看到这种电视剧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还是相对比较属实的 也有很多的艺术化的成分 对对 是有艺术化的成分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想要让一个人净身出户 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没那么容易 那我们今天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了解一个真实的女律师 她到底是什么样的 好吗 来 第一扇门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如果说你今天能够挑战成功 将会获得由常喝气色好的汇圆桃果肉 为你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 第一扇门 请按响门铃 我可以把我的微笑留下吗 怎么出这么难的题 怎么就这么难呢 这也太难了 太难问我们律师了 怎么可以这样 对 虽然律师工作很忙 他平时也是有时间听歌 也是有时间放松的啊 什么歌 歌声与微笑 来 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集 请把我的歌唱对你一讲 请把你的微笑留下 请把我的歌唱对你一讲 请把你的微笑留下 请把你的微笑留下 明天明天作笑 随便还叫别呀 随便还叫别呀 明天明天作笑 将随便也作画 将随便也作画 把我的歌唱对你一讲 请把你的微笑laughter 请把你的微笑留下 ans jaw 没 忘她在你一讲 请把你的微笑留下 明天明天作笑 明天明天作笑 明天还叫别呀 明天明天作笑 明天明天作笑 将随便也作画 让时间也穿足 谢谢 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春天同声和唱团 谢谢孩子们今天来到我们开门大体的现场 给我们演唱了 这么好听 带有我们太多回忆的歌曲 歌声以微笑 是 恭喜你收获了一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可以继续往前走 挑战还在等待你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第二扇门 请暗想 为李新博加油吧 谢谢大家 看好你哦 你听出来了吗 应该是我蛮喜欢的一个男歌手唱的 做了一首 现在还非常红的一首歌叫贝加尔湖畔 确定吗 确定 我非常喜欢他 李健 李健的歌贝加尔湖畔 对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吉 耶 在你的夜里 哪里春风沉醉 哪里绿草如荫 月光把海叶 洒满了昏灭 两个人的篝火 照亮整个夜晚 多少年以后 如云般游走 那悲欢的脚步 让我们牵手 这一生一世 有多少你我 被吞没在月光 入睡的夜里 都像某一天 我们又重现 我们留恋忘返 在北架尔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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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青春有声音 像北架尔湖畔 谢谢 欢迎新年歌手周深 立维 把歌唱的最忍 我觉得就是一种特别舒服的一个境界 加油 我们的舞台需要你们这样的好声音 期待你们更好的表现 谢谢 加油 恭喜你获得了家庭梦想基金 已经心里到了2000元 谢谢大家 谢谢小年 喜欢吗 好听吗 好听特别好听 你自己平时唱歌吗 我是一个女中英 你是女中英 对 平常你们会有时间娱乐吗 尤其是你说 你连着有一段时间当考爸 考了那么多的事 我觉得取得律师资格 让他本身就件很难的事情 更何况 中美两国的 你都已经通过了 我要说不难 其实是很矫情 因为真的是很难 原来在美国要考试的时候 我读的书 我买了两套书 全部都读完 是实打实撑出来的一套90斤 一套书90斤 所以我整整读了180斤的书 几年的时间 半年 据说我们这个律师行业的人 跟我说过 说他们那种大不头的书 都可以来防身的 有这种情况吗 绝对没问题 我们大家在美国上学的时候 我就好多女生去赶课程 书直接从这一直堆到下巴 课上面还要再放一杯咖啡 你想想自己考试的那段时间 你觉得这种付出值得吗 其实只要你要再做一件 你喜欢的事情 你想要去追求的事情 无论有多苦 都是值得的 而且无论有多苦 你回头看都是甜的 还甜呢 甜的啊 不觉得崩溃吗 我现在可以跟大家说 我读 我读美国考试的时候 我读了180斤书 我过中国考试的时候 我过了半米的书 其实没有很多人有我这样的经历 我觉得说出来还挺骄傲的 挺骄傲的 我们也为你骄傲 功夫不负有心人 我觉得能够取得你这样的成绩 真的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够获得的 必须要付出十足的努力 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对吗 我觉得所有的偶然都源自于某种必然 好嘞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闯关了 第三扇门三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对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刚说完女中英 果然给我来了一首女中英的歌 听出来了 听出来了 你都没听出来了 好像你还挺厉害的 什么歌 蔡琴的海上花 确定吗 确定 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 开门打击 是这般柔情的你 和我一个人想 徜徉在起伏的波浪中 隐隐的荡漾 在你的鼻腕 是这般深情的你 摇晃我的梦想 缠绵像海里每一个无垠的浪花 在你的身上 水梦沉阵 转身往英雄 拥抹红尘 残留水温 空流遗痕 缘之缘他生 昨日的身影们相随 永生永世不离分 是这般激情的你 粉碎我的梦想 仿佛像水面泡沫的短暂光亮 是我的一生 谢谢 谢谢紫毅为我勉长的这首海上花 恭喜你的家庭梦想 迄今已经积累到了三千元 谢谢大家 今天亲友团 来了吗 来了 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好不好 好 来 连现第二现场 这位特别可爱的妈妈 她现在状态超棒 您感觉女儿表现得怎么样 女儿表现怎么样 非常棒 非常棒 这两位 我是她的好朋友 发小 这也是我骁傲的真爱 她是现在在学和在读整心科的博士 真的吗 对 好 旁边这位是小伙 我是辛伯的表哥 一般上律师给我们的感觉都是比较理性的 那您的女儿理性吗 因为我这样的看她好像是还好 其实人们总觉得这个律师这个工作好像很严肃 其实女儿是特别温柔 特别善良 特别懂事的姑娘 就是挺温柔的 是 我过五十岁生日的时候 本来中午一起约好 妈 你暴露年龄了 不可以讲书 家人一起去吃饭 结果到了下午六点 我下班了 她和她爸手机都关了 我急着我 我说这是干嘛呢 什么情况 一进门 惊呆了 怎么了 灯是黑的 完了 茶几上 餐桌上 放的全是蜡烛 那女儿捧着一个自己亲手叠的一个盒里 九十九朵玫瑰 是指折的那种 老那么 摁嘛 腫了 腫了 我又特别开心 又特别心疼 真的 女儿给我的感动 是刻骨铭心的 谢谢宝贝女儿 哎呀 妈妈好幸福 我也很幸福 我妈是一个特别快乐的人 我的父亲也是比较喜欢爱唱歌 也是一个很快乐的人 我们经常有时候一起在开车的时候都会一起听歌 一起唱 然后也特别喜欢草原类的歌曲 特别喜欢在车里大家三个人一起唱草原歌曲的那种感觉 爸爸妈妈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两个人 对吧 而且我觉得浪漫不仅是情人和情人之间 爱人和爱人之间 我觉得你给你的亲人 给你生命的人 给你在一起的这个家 做一些事情的话是更浪漫的一件事 说的真好 其实我们爸爸妈妈们 虽然年龄也不小了 但是他们也需要浪漫 你别指望爸爸妈妈之间能有多浪漫 我们年轻人给他们制造浪漫多好啊 对不对 没想到这样一个我们印象当中极度理性的律师 能有这么感性的想法和创意啊 培养了好女儿啊 您太棒了 我也想 谢谢小妮 妈妈我爱你 妈妈我爱你 谢谢机会长达一下 妈妈我也爱你 妈妈我也爱你 别把我乱 妈妈还有在第二阶长的爸爸我也爱你 谢谢 好的 接下来我们继续闯光好不好 好 第四扇门五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请按响门铃 加油 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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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出来了吗 听出来了呀 哟 可以啊 刚才说喜欢跟爸妈在一起听草原类的歌曲 这是我喜欢的草原类歌曲排名第二 排名第二 排名第二 第一是叫做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还在第二位的这首歌是 陪你一起看草原 确定吗 确定 到底对不对呢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吉 一小吉 Oh 因为我们今生有缘 让我们有个信念 等到草原最美的情节 陪你一起看草原 陪你一起看草原 去看那轻轻的草 去看那轻轻的草 看那白云轻轻的飘 带着我的思念 陪你一起看草原 藏月花转眼 陪你一起看草原 让爱留心间 陪你一起看草原 阳光多灿烂 陪你一起看草原 让爱留心间 让爱留心间 欢迎青年歌手 乌兰托雅 欢迎你 谢谢乌兰托雅 你的家庭梦想机器已经积累到了五千元 谢谢大家 谢谢小鸡哥 好的 这么好听的一首草原歌曲 太好听了 我相信你看到了这位蒙古族的歌手 你也会觉得特别亲切 是吗 对对对 你已经为去草原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 练了无数首关于草原的歌是吗 对 平常爱唱歌 喜欢 喜欢唱歌 我今天看到你拿了这样一个小玩意儿 对对对 是论语 对 是你也看到我今天这个打扮也比较传统 对因为我从小就开始练书法 练了非常久 这都是我自己写的 这是你自己写的 我自己写的 这个是可以拉开 是一个折子 大家看一下他的字 漂亮吗 他的字 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啊 但是 很精巧可爱 我说实话 看过他的报名表 报名表上说 他生活当中是一个 比较粗线条的女孩 跟别人看电视剧 别人哭 哭得稀里哗啦 自己一点没流眼泪 对 其实生活当中是一个比较 会有一点点粗线条的女孩 对 但是其实你的爱好 你的真实的生活状态 还是比较温婉可人的 尤其是你今天的这身衣服 很漂亮 谢谢 我觉得你以后可以走这个路线 但是在法庭上不能这么穿吧 法庭上现在有新的规定了 要穿律师袍了 必须得 他得穿律师袍 对 新规定 哎呀 这还挺有意思的 接下来第五扇门了 五千到一万 你要继续前进 还是见好就收 怎么办 我相信一句话 叫做钻石也不过是坚持不歇的叹罢了 我觉得我愿意坚持下去 至少在这个点上 我愿意走下去 好嘞 第五扇门 请安详 本领 请安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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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佛亚组合 为我们带来的这首 新四狂潮 恭喜你 家庭梦想 最近已经积累到了 一万元 谢谢大家 穿着这么一身梳理的旗袍跟人机长不太合适 我发现下回我们就这样吧 那我总是觉得法律或者说法庭上律师的工作 跟我的生活好像距离比较遥远 我也不愿意去想那些事 因为总觉得这个法律的思维和逻辑会太严谨 其实法律的思维是很好玩的 如果你要是试过的话 通常男孩子跟女孩子表白的时候会说五个字 起来第一个是我 最后一个是你 还是一个歌名 我只在乎你 对 但是你觉得我只在乎你这个在法律逻辑 在逻辑上面你可以把它完善的更严密吗 我只在乎你 这已经很严密了呀 可是你怎么表达你是在乎他的呢 我怎么表达 那你怎么又表达他是在乎你的呢 其实我觉得完整的表达方式的话 小金哥可以学一学 下次可以跟女朋友或者老婆讲 就是在乎你的我 只在乎我在乎的你 是否在乎在乎你的我 这是从法律的诚念来讲 最严谨的方式来表达 我只在乎你 重新再说一遍 在乎你的我 只在乎 我在乎的你 你是否在乎 在乎你的我 只在乎 我在乎的你是否会在乎 我在乎的你 在乎我 我在乎不在乎 已经无所谓了 已经把我绕进去了 这还挺有意思的 你们经常会用这样的方式来 去解法律 是吗 对 我们有时候办公室的话题也是很愉快的 会有些脑筋急转弯什么的 对对对 都会有类似的 你可以再考我 没问题 再考你一个呢 考一个我们经常常考的吧 是说 听了 听好了 张三 张三 偷了李四 借给王五 借给王五 准备发给赵六 准备发给赵六 上缴给老婆 上缴给老婆 的工资 请问这个钱是谁的 张三和谁 张三偷了李四 借给王五 准备发给赵六 要上缴给老婆的工资 这个钱是谁的 这个钱一开始是李四的 后来他是要给 最终的归属权是给赵六的老婆 那应该是老婆吧 那是谁的钱 大家就觉得呢 谁的钱啊 那到底是谁的钱啊 这个钱从情感上讲 我觉得是老婆的 对 但是从法理上来讲 从法理上讲还是李四的 哦 对 明白了 但是你们生活当中 工作当中 经常会遇到这样的 可能是百转千回的法律问题 但是你们必须要以非常 清晰的逻辑思维和理性的思考 来绕过这些弯 直达事件的内部核心 是这样吧 对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属于一个 甚至有时候性格分裂的女孩子 你看他 一个律师 如此的严谨和理性 但同时他也有如此的温婉的一面 人永远都是多面性的嘛 特别好啊 接下来呢 你要做出决定 一万元够不够 够了咱就回家 不够咱就继续走 其实来之前我就有决定 因为三六是我的幸运数字 所以其实我想我要拼一下第六扇门 真的啊 对 万一打不上来呢 打不上来就让有个好心态了 我表哥是中拐取过还没用上呢 确定他能帮到你是吗 表哥我相信你 好的 那我们就继续走 第六扇门 对 请按下 满礼 加油 去吧 加油 这里是由会员果汁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打击 我们的选手 李新柏 加油 我听着有一个不太确定的答案 嗯 你说出来我们听 爱笑的眼睛 离开你好色彩 没没没 收 别跑偏了 你表哥一会儿也跑偏了 怎么办 这就看表哥和真爱 看他想的 需要你们的时候到了 需要你们的时候到了 连线你第二天堂 表哥 这首歌真的好难啊 我再慢慢倒哼一下 咱想想 这身地儿好当不当正不正的呀 发小知道吗 发小 刚才一哼那个爱笑的眼睛 我已经完全跑到那个歌里去了 对 应该哼这个 妈妈知道吗 好想告诉她 最后五秒 五 四 加油 三 几个字啊 我确实想不起来了 在亲友团看来是只望不上 谢谢亲友团 我把自己也带到爱笑的眼睛了 经数字今天没有幸运到 很遗憾 那我就只有宣布 李清博 今天的挑战 宣告失败 我觉得今天是什么歌吧 想听吗 想听 很想听 那我现在觉得你应该会用更释然的心情 从哪里跌倒 总得从哪里爬起来 好嘞 来 究竟是什么歌 请揭晓 小时候的梦想 我 сказал 我说一句是什么歌 我说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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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能有你们和我一起唱 这个声加倍的凉凉 我才能找得到勇敢 银箱下的挑战 只要能有你们和我一起唱 梦在那也要用力闯 快乐时光虽然短暂 可是我永远不会忘 舞台就是我的天堂 因为有你们在身旁 看着我每次飞翔 如果能有你们和我一起唱 这个声加倍的凉凉 我才能找得到勇敢 银箱下的挑战 只要能有你们和我一起唱 梦在那也要用力闯 快乐时光虽然短暂 可惜我永远不会忘 谢谢初心 虽然没有猜出来 但是里面的歌词有几句有点感动到我 那句 说舞台就是我的天堂 因为有你们跟我在一起 还有一句是叫做 银箱下一个挑战 我们站在我们最行 其实每天要临街的挑战 是非常多的 所以在我看来 还好不是什么特别接受不了的事情 从哪儿爬起来 总是要从哪儿站下去 再从哪儿继续跌倒 然后再爬起来 我们记住你这句话了 对 一位优秀的女律师 在成长的道路上难免 在学习的道路上磕磕绊绊 但是你永远要记住 从哪儿跌倒就从哪儿爬起来 这是永远的真理 对 所以想起来这首歌的歌名了吗 我真的不知道 没听过耶 只要有你一起唱 所以很遗憾挑战失败了 对 没有跟他一起唱下去 但是 我觉得我的家庭梦想 还是很简单的 我觉得靠自己的努力 我也自己能实现 没有什么遗憾 希望你带着爸妈妈 一起去梦想中的草原 最好就是在草原上 去骑骑马 放放歌 好好地唱一唱 你心目当中 排行榜当中那些优秀的歌曲 好吗 但是最残酷的是 当着你的面 把你刚才积累的家庭梦想 清零 很抱歉 没有能帮到你 但是我相信你自己 一定能够让自己生活得更加快乐 我觉得梦想 基金永远是可以清零的 梦想永远不会清零 这话说得太好了 加油 说到做到 好 没问题 谢谢 谢谢 会员果汁开门大吉 中国福金利福 金利福珠宝 邀请您扫描二维码 参与节目互动 您就有机会获得 由金利福珠宝提供的 精美礼品一份 马上要上场的这位选手 他的家庭梦想 能否实现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掌声有请 燕永南 您别上来了 你在下面带着多好 你上来干嘛呀 你这压力也太大了 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燕永南 来自沈阳燃气公司的一名职员 这不太像啊 最高又帅的 还好吧 我感觉你像模特 尤其你刚走下来那一步 很专业 我还是兼职做模特 然后也是做了很多年 忙得过来吗 还好吧 身高在一米九二 一米九二 我也差不了多少吧 对不对 怪累的 你赶紧说吧 你家庭梦想是什么 我的家庭梦想是 中国职业篮球联赛 辽宁主场的套票 看比赛 对对对 紧张 三套 然后我 我的父母 好 那我们一起努力 看看你的梦想能否成真 好吗 好的 谢谢小林老师 实现家庭梦想 一起开门打击 我非常的感谢本期的导演 瞬间觉得自己跟你能平视了 这种感觉好极了 差不多我也有一米九二了 大家觉得我高大吗 大家给点掌声吗 其实我感觉你的身高必有预计的还要高 真的吗 真的真的 这么多年也遇到过很多个子很高 海拔很高的选手 我发现其实你的心气足够高 只要我的志向足够高 身高不是问题 所以导演不好意思 这个台可以不要了 撤了吧 我就不信 哎呀 要不然我稍微蹲下一点呢 你还是赶紧去开门吧 如果说你今天能够实现家庭梦想的话 将会有机会获得由常喝气色好的会员桃果肉 为你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 准备好了吗 好的 来吧 第一扇门 请按响 门铃 我们给燕永南加加油 什么歌 是光阴的故事 光阴的故事 我们来球队一下好吗 来 先让朋友们借我你们的双手 让我们期待 开门 大 吉 春天的花 开春天的风 以及冬天的洛阳 犹豫的青春 年少的我 曾经无知你这么想 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 比它天天的流转 风化雪月的诗句里 我在念念的成长 流水淘楼带着光阴的故事 改变了两个人 就在那过 就像个能处是流泪的青春 感谢孙德力为我们演唱的这首 如此经典的光阴的故事 要恭喜你 收获家庭梦想 基金第一笔 一千元 来 好了 我们抓紧时间 再接再厉 继续打开第二扇门 好不好 好 来吧 请安详 门铃 加油 知道和你做了多年 我的偶像 谁 陈一迅 十年 特别经典的一首歌 现场观众没有共鸣 我猜对了是吧 谢谢 这首歌是不是十年 我们来试试 你一会儿那手别太高 尽量保持跟我一样的高度 别太高 别抢我劲 让我们期待 开门 大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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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那两刻子没有传递 我不会发现我难受 怎么收出口 也不过是分手 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 牵牵手就像旅游 趁情伤往个门口 总有一个人要先走 怀抱既然不能动用 而不再离开的时候 一边享受 一片泪流 十年之前 我不仍是你 你不属于我 我们还是一样 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 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 十年之后 我们是朋友 还愿意问候 只是那种温柔 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 情愿最后难免的为 永远 永远 谢谢 回想一下自己十年前的生活状态和工作状态 其实就是弹指一挥间 很快就过去了 我想一下十年前 我在干什么 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大三的学生 还对自己未来的要走的路还是一片迷茫 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但是也有一些恐惧 你十年之前在做一些什么 我应该是高中刚毕业 已经考上大学了 然后一直在玩 而那个时候的梦想是什么 那个时候梦想是当一名演员 学了表演专业吗 对 我学的是影视表演专业 那怎么又去了燃气公司上班呢 这真的是差别太大了 主要是我的父母 然后希望我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然后再一个我也希望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然后有一个自己的平台在上面发展 就是还是听了爸妈的话 当了好孩子 先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稳定的收入 对 那你的这些业余爱好 包括表演 包括T台 没有表演 表演很久没有接触到 对 那业余时间还会 T台平面拍摄都有 所以到现在为止 模特也是你的一个业余爱好 对 会把业余的时间全都用在这上面 那你得走出一点 你不能光自己瞎走 你走出点成绩来 还好吧 以前曾经拿过很多奖 跟我们说说拿过什么奖 参加过咱们CCTV的电视模特大赛 我拿的是辽宁赛区的冠军 哇 谢谢 都辽宁赛区的冠军了 然后又回了燃气公司上班 你这心理落差会不会很大 没有没有 在那里工作环境 无论工作环境 还有平台和发展 我感觉都特别好 我领导都在看 是吧 我觉得你现在在我心里的这个高度 又从一米九二变成了两米零一 两米零一 又长了一点 所以刚才我们没有给他太多的机会 展示一下他这个走秀的风采 大家想看吗 想看吗 我相信大家都想看 这样再开一扇门 再开一扇门 你打开了 我们就让你走个秀好不好 那没打开 我是不是要背包回家了 就看你能不能有这个实力 第三扇门 三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吧 请按下门铃 加油 我想我可以走秀了 真的 那你走回来的时候 能不能走得专业一点 重新来一次 重新来一次 你这个 这个 走秀的方式走回来好不好 这是我做开门大集 这么长时间以来 第一次看到如此酷炫的 按完门铃走回来的方式 太帅了 希望你的答案 像你的走资一样 什么 忘了吧 哎呀 没有没忘 剩下的果实 确定吗 确定 到底对不对 来 全场的朋友们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 起 你曾说过 会永远爱我 也许承诺 不过因为没法� cap 别用沉默再去掩饰什么 当结果是那么赤裸裸 以为你会说什么才会离开我 你只是转过头不看我 不要刻意说 你还爱我 当看今朝起沉默 只有你记得我 谢谢吴家亮为我们带来的这首盛夏的作词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积累到了三千元 我觉得今天你来不仅能够收获家庭梦想基金 同时也破除了很多谣言 我老跟别人吹牛说我的身高有一米八三 但是今天我终于是露馅了 所以我今天在一个一米九二的大个子身边 不得不向全国观众们坦诚 我其实只有一米七八 但是 我有一位同事也是我的一位好朋友 他老说自己有一米八三 我倒想见证一下他到底有没有那么高 来 连线第二现场 马月 小妮你说错了 等着 我哪只一米八三呢 我这两米的个儿到现在还没说话呢 我得介绍金友团 这些呢 是这个我们那个烟用男的同学跟朋友 他们特了不起啊 尤其这二位 看出来没有 双胞胎 真的 专业的模特 告诉大家 是这个巴黎国际时装周 和米兰国际时装周的签约模特 太了不起了 来掌声 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我们马小月是铁领国际时装周的签约模特 你说的那是杨帆好不好 你们是专业模特 我们那个永南算是业余是吧 燕永南呢 就是他工作和平常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在舞台上特别自信 而且就是下面一些小姑娘看到他就会很激动很开心 请吃饭 所以我觉得他有很多casting可以不需要去面试的 客户看到他就OK 我就喜欢你 因为你长得帅 说到这儿了刚才说要那个永南要带小妮走 踢台秀是吗 对对对呀 要走了吧是不是朋友们 快点吧 来来掌声 你想让我出山没那么容易 这样吧 如果你这第四扇门能顺利的打开 我就一定走好不好 而且走出风采 走出气质 走出自信 走向国际 好不好 好 但是但是我这压力更大了 压力更大了 没事 你是在舞台上自信 我是盲目自信 希望你带着这份劲继续往前勇敢闯关 好不好 好 就是我为了要和你一起走秀 我也一定要答对这道题 不为别的 更为你的家庭梦想基金 OK 第四扇门是五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接下来 燕永南为梦想进发 请暗想门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要是答不上来 我就不用走秀了 大家希望我答上来 什么心理 这首歌我听过 但是歌名我有点咬不准 往往这种时候你可以把它哼唱出来 中国范 应该是叫中国范吧 我只知道这三个字 你确定吗 我还有求助是吧 你有求助 你可以现在用 大家都在给我鼓掌 我下一题再用吧 好吧 还想着下一题 中国范 确定吗 确定 开 门 大 大 起 中国范 是谁举止优雅 走在历史舞台 一身中国的红盛 其东方色彩 是谁蔚然一笔 笑开桑田葬海 一身清除雨蓝 敞开龙的胸怀 是谁翩翩起舞 登上世界舞台 一身中国的范儿 唱出东方情怀 是谁真真落骨 震探这个时代 一身豪然争气 无动龙的豪迈 中国范儿就是加末的气派 中国范儿就是加末的气派 黄河水系的黄皮肤 无千年之眼的绝不改 中国范儿就是加末的气派 中国范儿就是加末的气派 黄河水系的黄皮肤 无千年之眼的绝不改 中国范儿就是加末的气派 中国范儿就是各种各种爱 长城上摇晃长江长 大中华让世界更精彩 大中华让世界更精彩 欢迎华语乐坛 年轻有为的创作材子 许子薇 掌声送给你 大家好 你好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再次掌声送给许子薇 谢谢 加油 好的 恭喜你 家庭梦想基金 已经纪理到了 五千元 我们是不是应该开一下一下门了 我跟他走秀肯定比不过他呀 咱们可以走可爱一点的 卖萌 卖萌 那我跟他学一学好不好 我就豁出去了今天 来 音乐 请 你先走一个 我看一眼 我先自己走一下 这是正常的 完了 这很容易嘛 我先走一个酷炫吧 卖萌的 到台前摆一个pose 摆一个pose 请大家说句公道话 我跟他谁比较萌 还行吗 但是我特别想听听 我们第二现场的职业模特 对于刚才的一小段的走秀 他们是什么样的看法 来 连先第二现场 马月 我们四个人的一知一见 刚才这段走秀啊 就特别像一个家长 带着一个孩子 谁是家长 这一貌了然嘛 是不是 谁是家长 我觉得老师 你走出来特别可爱 我们三人都想上去抱抱你捏捏捏捏 可以啊可以啊 来吧 别再捏了 脸已经够大了 捏总人不好看了 好了 也希望每个人 一直保持一颗童心 我知道你们的工作压力会很大 也希望你们平时也多调剂调剂 快乐 轻松 幸福到永远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谢谢第二现场的朋友们 好了 接下来 第五扇门是一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那我们就继续努力吧 继续努力 来吧 第五扇门 醒暗响门铃 第五扇门 天下 应该是张杰 确定吗 张杰 确定 但这个我不是特别熟悉 但是我听过 听一朋友 你听两句 听着像张学勇的歌 是吗 那是可能是我对这个 是穿了吗 你穿台了吗 张学勇的歌 人都说出答案来了 天下 来我们全场的朋友们一起验证一下好不好 到底对不对呢 让我们期待 心跳肯定特别快 开 门 大 吉 耶 谢谢 一生又为何去风飞沙 被白发留不住繁华 抛去江山如花 换他消灭如花 帝国这一生空牵挂 是若无缘爱恨也随他 天地大情路有乌鸦 只为他修守天下 谢谢杨潇勇敏 唱这首天下妖 恭喜你 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 一万元 好样的 谢谢 我也为你松了口气 一万元打开了第五扇门 是不是我刚才走的那个摩托部 给你莫大的鼓励和信心 当然 是不是 对 刚才小年老师的那个造型 就是萌到我了 然后所以说我现在特别放松 我还要闯第六道关 别别别 冷静冷静 你别这么着急 后面会很难 你知道吗 你不怕这个家庭梦想基金 好不容易拿到了一万元 他最后你打错了打水漂吗 你先告诉我 也是我对我的父母怎么交代 是吧 为什么会想到说带爸妈妈去看这个篮球联赛 因为是这样 我父亲原来是一名篮球运动员 然后我的母亲也是他的粉丝 所以说他们两个在篮球场上结识的 所以说 妈妈是爸爸的粉丝 对的 爸爸是妈妈的偶像 篮球场上的粉丝 然后在篮球场下就不是了 哇 这个真的还挺奇妙啊 很浪漫 是因为篮球他们走到了一起 然后也有了我 所以说我也是特别喜欢篮球 然后我们一家三好也和篮球有莫大的怨远 所以说 你是因为篮球而产生的爱情结晶 对不对 对对对 你爸爸有多高 我爸爸85 妈妈呢 我妈妈170 所以还是基因的问题 所以我就别再别想了 那这样吧 我们为了爸爸妈妈的梦想 为了能够一起回到那个 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的篮球场 我们继续努力 因为你还有一次求助没有用 对 就是主要是没用求助嘛 然后亲友团特别厉害 好的 我们来见识一下 第六扇门 一万五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请按响门铃 加油 来 我们为他加油 任永南 你的表情咋跟中了彩票一样 家的味道是妈妈吹不掉的烟 这首歌是旁龙老师的 我大学的时候 他是我们的教授 我们系的 我们学校的教授 沈阳音乐学院 沈阳音乐学院 所以这歌你不能不熟 我一定不能不熟 歌名叫做 家的味道 家的味道到底是不是 来 第六扇门 让我们期待开门大街 家的味道是爸爸截不掉的烟 烟气弥漫缠绕 寻黄了指尖 你那不够宽广的双肩 也能撑起我的一片天 家的味道是妈妈亲手做的菜药 响起飘散我那儿时的路 粗插但凡当我长大 让我更能懂得生活的艰辛 家的味道是爸爸爱喝的小声 一口一口喝下心里的酒 岁月的年约 岁月的年约晕白了你的发 盘闪了曾经见识的过方 家的味道是妈妈编织的毛衣 阵阵显现连着儿女的乱 一双桥声 蹦蹦鼓鼓鼓 指出我一条人生路 谢谢 谢谢鱼阳为我们带来的这首 家的味道 好嘞 恭喜你 叶永南家庭梦想之境 已经积累到了 一万五千元 谢谢 差不多了吧 该够了吧 你这个看一个比赛 能要那么多钱吗 你这不会是给自己 存那结婚的钱吧 不是不是 我连女朋友都没有 现在还没有女朋友 电视机前的各位粉丝 你们注意了 听好了 我想一下 怎么办 要不要听一听亲友团的意见 听一下 看他们对你有没有信心 好不好 问题来了 这个第七道关要不要闯 其实我们在这里特别害怕 他会求助到我们 但是呢 真的因为有很多旋律 我们真的就听不出来 但是他自己靠他自己 他真的让我们今天刮目相看 所以我觉得 刮吧又难 刮吧 刮吧 刮的要是你们 刮吧 真的 那我们刮吧 刮 好 来吧 请按下门铃 加油 刮吧 Zither Harp 歌曲越来越难了 谁说不是呢 恨他们吗 让你闯 我不恨 我谢谢他们 张国荣哥哥的一首歌 什么歌 当年情 确定吗 当年情 你这错了 一万五就没了 我跟你说 没有 我看这回没有掌声 因为大家也听懵了 这个我也不是特别熟悉 因为太老了 这是一首歌 对你来说太老了 好吧 不管怎么样 你现在已经有答案了 我们勇敢地说出来 我们来验证一下 好不好 再重复一次 你的答案是 当年情 当年情 不管怎么样 不枉我们来过这样一个舞台 不枉我们为梦想 努力过拼搏过 不管我们第七扇门打开之后 家庭梦想能否实现 我觉得你不应该留下任何遗憾 好不好 因为你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 展示了你的风采 说不定你还能在下节目之后 收获一位粉丝 一位特殊的粉丝 这样爸爸妈妈一样 好的 谢谢 好不好 好的 谢谢 当年情 到底对不对 借我你们的双手 两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能否拿到手 让我们期待 开门 大 解 打赏 等着你,当初温庆在涌易,心里面,同刺激梦眉呼叶,今日我,与你有诗坚定,当年轻,此刻是添水,两山丝。 一望你,眼泪温庆已通电,心里面,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有诗坚定,当年轻,再度添伤心思。 掌声送给马一鸣,谢谢。 当年轻,的确是张国荣的一首经典老歌,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两万元。 谢谢。 我想拥抱一下,谢谢。 谢谢。 我还得这样。 哇,什么心情,什么心情,怎么样?太,太兴奋了。 像做梦一样,像做梦一样,我从来没想过我会打到第七道土。 你还挺勇敢的,我觉得,你挺有闯劲的。 是,关键还有我亲友团在下面给我。 对,他们是把你豁出去了,他们给你的这份鼓励,这份力量,应该是你前进的一个动力所在。 而更大的动力来自于你为爸爸妈妈的这份家庭梦想基金。 是,就是,还是这么大了嘛,希望为他们做一些事情。 嗯,那么接下来问题来了。 啊,第八扇门,闯不闯。 现在已经收获了两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一般来说很多选手差不多见好就收了。 但是也有一些会往前闯一闯,看看是福是祸,看自己的努力。 如果说你有足够的自信和实力的话,我觉得第八扇门你可以试一试。 但如果你觉得两万元够了,我觉得我不想把自己爸爸妈妈的这份梦想基金给豁出去,那我们就见好就收。 观众什么意见? 闯还是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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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对我的亲友团说一句话。 好啊。 这题你们仔细听好了,我很有可能求助你们。 我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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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闯吗? 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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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闯 我们自己真的很担心 我们会猜不出来 然后后面的话 如果差多少 我给你补 别闯了 别闯了 你早说 我第一道题打完 我就给你这样子了 即使闯了七道关 已经证明自己了 但是要是如果完成第八道关的话 就更加证明自己了 你现在的想法是 你已经可以了 不用再证明自己了 五 四 三 二 一 穿 在亲友团的百般阻挠下 在观众一致的见好就收的喊声当中 他还是毅然决然的要向前穿 我觉得我们不能阻止一个年轻人他梦想的脚步 我感觉来到这舞台上 还差一丁点就做到最好 我感觉有些可惜 还差一丁点你的钱就没了 我希望我做到最好 我选择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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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们开门大集 这就是他最大的魅力所在 我们必须要尊重他个人的意愿 他决定要向前闯 那我们就由他去吧 请按下门铃 第八扇门 走吧 比第一批还要启动 这里是由长河气色好的 灰原桃果肉图 加冠名播出的开门大集 我们的选手 燕永南 在冲击第八扇门 他能否打开 能否拿走我们的终极大奖 三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就要看这一首歌 到底他听过没听过 来吧 给我点掌声好吗 谢谢 好 前场 安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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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快晕过去了 我太紧张了 我一定听过这首歌 音效大哥我们稍微停一停 别把孩子吓着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叶魏阳 林老师 刚开门大吉祖神心脏受不了 我现在受不了了 向连老师我能求助一下亲友团 然后让他们给我确定一下 完全可以 因为你还有一次求助的机会 亲友团 叶魏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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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友团也很努力 那我们就开了 开 开玩笑 开门大吉 那我们就试试看到底能不能打开 三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能不能到手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的选手 燕永南 他达到了第八扇门 他说出了答案 但是到底第八扇门打开之后 是否会出现正确答案 三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能否到手 还是他与两万元挥手 说再见 就在一瞬间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吉 好想走在你的心虚里 那年黯然离别后 再也没有人与我同意 废话今时无奈何风吹起 终究如烟纷飞东西 细雨细如蟲 无忘了看不清楚 你眼中默默伤情 雨中如遥遥 梦迷风啸啸 暴风中你在微笑 满满场夜里 梦醒得太早 想起我轻狂的年少 无声又无息 划落了梦地 只留下芬芳的游戏 梦乱再回首 梦还是一样 为你等在夜未央 不知风寒 谢谢 谢谢张玉坤为我们带来的这首夜未央 恭喜你 家庭梦想基金 积累到了 三万元 谢谢 谢谢大家 恭喜你 你获得了由糖科技色好的会员桃果肉 为你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 三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我相信电视机前现在你的爸妈妈一定特别特别替你开心 他们见证了儿子为爸妈的梦想 为了带他们一起去圆他们的梦 而付出的这个努力 好儿子 不 他们的好儿子 我希望你能够继续努力 为自己闯出一片天地 继续加油 好不好 好的 谢谢 来 恭喜你 谢谢小金老师 谢谢大家 会员果汁 开门大吉 哈喽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的梦想够勇敢 够疯狂 够浪漫 干嘛不来到我的身边 梦想有没有 开门大吉 我是你一个买题 下期再见 我是中国第一个提着吉他 穿越罗伯扑的人 我觉得最可爱的 原来不是雪糕的问题 是妹妹的问题 开门大吉 温柔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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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